下列了哪些行為 容易觸犯中共國安罪嫌 你有沒有去過大陸啊 你有沒有看他滿街的標語都在民主自由啊 你去大陸他標語上面就寫著民主自由 你是在做假廣告欺騙台灣人 你現在去德國 你講什麼什麼 希特勒萬歲還是什麼納粹怎麼樣 你去試試看 每個地方有每個地方的禁忌 你現在走到印度的大街上 你穿一個T恤 你上面寫 我三餐都吃牛肉 我最愛吃牛肉 我每天都喜歡吃牛肉 牛肉最好吃 每個地方有每個地方的 不管是他當地的法律的禁忌 或政治的禁忌 或者是風俗文化的禁忌 你去那個地方故意去戳人家的禁忌 這個就要做做白目 我都想像不到我們的陸委會會拍這種東西 稱目結舌 來看一下 都準備好了嗎 要去中國大陸和香港自來 你準備好了 真的準備好了 既然準備好了 這些問題你可以回答吧 請問下令哪些行為容易觸犯中共國安罪嫌 你 錯啦 這些都有容易觸犯的風險 其他項批評中共政策 習在宗教物平等 也是喔 最後一題 去香港時以下哪些行為會踩到港版國安法 或香港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的地雷 請回答 我不知道 這些行為都違反中共國安法 港版國安法 請維護國家安全條例 大家去陸港澳要更小心了 提醒國人實際思考附陸港澳的必要性 如果確實有陸港澳的需求 務必注意人事看 這TMD是陸委會拍的 我的天啊 好我們來看一下 這陸委會 真是陸委會耶 真的是陸委會耶 好 來 中國大陸官方發佈的 陳志台獨22條以後 陸委會副主委 兼發言人梁維杰宣布 從6月27號 赴陸港澳的旅遊警示升級為陳社 就是建議台灣人非必要不要去陸港澳旅行 此警示不是強制事項 是為了提醒及保護民眾安全 然後呢 這個就發了這個短片 大陸陸委會發佈這個影片 以有講偵達的方式 列出 提醒台灣人前往中國大陸 香港澳門的風險 好 看一下我們下一個 等一下 來我們來看一下 我來一提一提CUE 那當然在這個影片 我們可以剛剛看到這個影片 他這兩題說 全部 都會 都會有風險 都會踩到這個 港版國安法 或香港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的地雷 就台灣人如果去香港 做這些事情 你就會違反港版國安法 違反國安條例 你就完蛋了 我們看看做哪些事情 身穿印有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的上衣 我講啦 就是說 你現在 你現在 去那個什麼 那個什麼 美國好了 美國講說什麼 什麼 尼哥 什麼 黑人 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去叉叉之類的 類似穿這種衣服在街上 你試試看 你直接試試看 你現在去 德國 你講什麼什麼 希特勒萬歲 還是什麼 納粹怎麼樣怎麼樣 你去試試看 每個地方 有每個地方的禁忌 你去印度 你去印度 你想說 你穿一個T-shirt 你現在走到印度的大街上 你穿一個T-shirt 你上面寫 我三餐都吃牛肉 我最愛吃牛肉 我每天都喜歡吃牛肉 牛肉最好吃 你就直接在T-shirt上面寫 你就直接這樣 去印度大街上走 你去試試看 好不好 每個地方 有每個地方的 不管是 他當地的法律的禁忌 或政治的禁忌 或者是風俗文化的禁忌 你去那個地方 故意去戳人家的禁忌 這個叫做做白目 你一個人白目的話 你被當地怎麼樣 那叫活該 今天有一個 有一個 不管是台灣人 還是什麼國家的人 去香港 還要在那裡穿 光復香港時代革命 然後在香港街頭走 這個是叫白目吧 他怎麼會 現在怎麼會有一個台灣人 去香港做這樣的事情 你這什麼題目啊 他這個叫白目嘛 那當然你光復香港時代革命 這個事情本身 就是沒有辦法了 他就是做不到 他也不敢做 所以他不敢在香港穿 我講真的 你要搞革命 你要搞革命 你就要付出風險 對不對 都是革命了 你要光復香港時代革命 你在搞搞港獨耶 搞香港獨立的革命耶 你你當然會有風險 這這也很正常啊 你想想看 當年 那個 國父孫中山先生 推翻滿清 建立中華民國 他也是在搞革命啊 對不對 他如果穿一個T恤 那個T恤上面印著 驅除打魯恢復中華 對不對 他在這個滿清的大街上走 他也要付風險啊 為什麼 因為這就要革命嘛 革命本來就 TMD有風險嘛 你就已經要革他的命了 你又有風險 這不是很正常嗎 神經病 你去 你去人家地方 你要 推翻人家 你要搞獨立 這不是 人家 香港都已經回歸到大陸了 你還要再搞香港獨立 你在那裡 革他的命 革命 他來逮捕你 這不是天經地義嗎 革命不是請客之犯啊 革命要付風險 這很正常 你看那些港獨分子 每個都撈了個鑰匙 只敢在台灣 講光復香港實在革命 他敢不敢去香港講 不敢 他要有種的話 就真的去香港去搞 不然你在台灣搞 你搞十年也搞不成 二十年 好來 去香港攜帶反中文宣 會踩到港版國安法的地雷嗎 我不覺得 這一點我質疑 你如果攜帶反中文宣 你不會觸犯這個 港版國安法 或國安條例地雷 但你可能被海關查到 你會被沒收 會被丟掉 你是怎麼樣才會觸犯港版國安法 你是香港大街上發 可能就觸犯國安法 你只是攜帶 最多就是被抓到被丟掉 就這樣 社群軟體發文支持香港獨立 你今天去香港玩 你在Facebook 還是你要在IG 你發文支持香港獨立 你沒事 但你在微博 你可能有事 你自己考量一下 資助港府通緝人士 這個陸委會今天發的這個 他跟台灣人講 你要小心啊 你不要去香港啊 好不好 我請問一下陸委會 今天如果有某一個 這個不管是台獨大佬 還是港獨大佬 金主 他背後去資助港府通緝的人士 他自己這麼白目 我還要去香港旅遊還要玩 嘿嘿你來抓我 他就 他就不會去了嘛 哪一個觀光客還那麼厲害 我背後還能資助港獨人士的 然後一般老百姓 根本不可能是這樣子的人嘛 你在講什麼 他如果這麼厲害 他是台獨大佬還是港獨大佬 他背後有去資助這些港獨人士 港府通緝人士 他自己心裡有數 他不會想要去香港啊 好不好 他已經這麼厲害 他都能資助人家了 好好笑喔 這什麼選項啊 好來 下列了哪些行為啊 容易觸犯中共國安罪嫌 我覺得好好笑喔 第一個 到處拍攝港口或軍事相關畫面 你在台灣 你到處去拍這個港口或軍事相關畫面 你也會觸犯我們台灣的法律啊 之前 好像鬥倒扭成哲 他有拍一個電影叫做什麼軍中樂園 他那個時候就拍攝 他疑似觸犯了什麼要塞 堡壘法還是怎麼樣 因為他什麼有 有什麼 好像他劇組裡面有大陸籍的人士還是怎麼樣 這可能是另外一個 但是 在台灣 你如果去拍 真的是 軍事的地方 你隨便去拍 你看看你會不會可不可以被允許 你在台灣也不被允許 台灣也有軍事機密 也有你不能拍的地方 好不好 這一點台灣也有 大陸也有 你去美國 你敢不敢 你去美國拍拍看 你敢去美國 你不要說去美國本土 你去沖繩 你去拍他的那個加首納基地 你深入裡面去給他東拍西拍 拿那個長焦 長焦鏡頭在那裡對 你看你敢不敢 好不好 這神經病 你去哪個地方 去拍這個軍事相關畫面 哪一個遊客會去這樣做啦 就是這樣去拍 他如果有對外開放的地方 他就可以拍 他如果沒有對外開放 是有軍事機密的地方你去拍 你活該 好來 詢問中國大陸經濟狀況 青年失業率 容易觸犯中共國安的罪嫌 關於這一點 我打一個X 我都不打問號 我打個X 如果這一點 就觸犯中共國安罪嫌 那中共應該要去把那個什麼 一些 駐中共的外媒的記者都給抓了 要不然就是 TVBS應該也有 也有駐北京的記者嗎 是不是 我們台灣有很多駐大陸的記者 世界上各國的這些外店 NHK不也有嗎 他也有駐大陸的記者 一天到晚在拍 關於中國大陸的經濟 失業率的這些 不管是紀錄片 專題報導 他們怎麼都還沒被抓 趕快啊 他們要先被抓 怎麼可能問中國大陸經濟狀況 青年失業率 就觸犯中共國安罪 這個選項也太扯了吧 你是認真 你是認真 怎麼可能 當然 我 我 我以我個人來講 我做過一集街訪 我做過一集街訪 我問這個上海的這個民眾 問上海的民眾 你平均年收入大概多少 那我那個時候就在上海接著街訪 上海民眾有 上海果然叫魔都啦 有二十幾萬人民幣的 然後三十幾萬的 還有做互聯網企業 四十幾萬人民幣的 都有蠻多的 其實平均收入都還不錯 都還不錯 都十幾二十萬以上 上海 那請問我這個是不是 調查大陸的軍事狀況 我還做成這個YouTube影片的 街訪他們的年收入 我怎麼在大陸我都還沒被抓 我記得我在北京 我還做過一支街訪 我問北京的民眾 你覺得在北京 一個月生活開支 你大概要花多少錢 這夠問他這個情況了吧 是不是 生活狀況 經濟狀況了吧 當然每個人的這個生活花費不一樣 有的人可能三五千塊 有的人兩個夫妻七八千 我記得我還訪問到一個 一個可能一個單身漂亮的女性 她一個月就要花兩萬人民幣 那每個人的花費不一樣 好不好 但我這個算不算調查他們的這個 經濟狀況 生活狀況 我怎麼沒有被抓呢 奇怪了 第二點我打個大叉叉 至少我沒被抓嘛 好不好 我下次去 如果我下次去我被抓了 可能我是他們法外的漏網之魚 我可能下次去中共就要抓我 那到時候我再說 我再回來 或者我再拍影片跟台灣人講 如果我才出的來 不要去 好危險好不好 但至少對我個人來講 我覺得第二項 我沒事啦 收集中國大陸商業或社會民情資料 那不跟我的街訪一樣嗎 我在中國大陸街訪 我還街訪說 那個中華民國大陸淪陷區 街頭民調 我做過好多知道 如果你有投票權的話 那個去年總總統大選嘛 去年底的時候 今年初啦 那個時候我做過民調嘛 如果你有投票權的話 你要投給誰 柯文哲賴清德 誰誰誰誰 是不是 我也做了這個啊 我講一講時間就到了 我也做過我怎麼沒事呢 好啊 BC我都做了都沒事啦 所以我打差 宣揚民主自由 你有沒有去過大陸啊 你有沒有看他滿街的標語 都在民主自由啊 你去大陸他標語上面 就寫著民主自由耶 我還在大陸的那個民主的那個 那我還 我還拍照耶 大陸也在宣傳民主啊 他滿街上都是民主自由的標語啊 君父啊什麼 他自己就宣傳了 你怎麼會 這誰啊 也太不認真了吧 我的天啊 經常往返邊境 我都要先捉了 你陸委會 你這個 你這個騙誰啊 神經病太好笑了 好不好 姐妹們總煩惱臉上細紋 乾燥與暗沉 現在請跟我一起放心交給 KS Royal Face 皇家顏值逆時奇蹟系列 KS Royal Face 皇家顏值逆時奇蹟系列 他添加五種EGF 他添加五種EGF 專門防止肌膚老化 強化皮膚修復 增加肌膚彈性水嫩 輕鬆複平皺紋 換回青春自信 KS Royal Face KS Royal Face 皇家顏值逆時奇蹟 國富路 全窍精華 精華霜 即刻啟動動靈密碼